如果廚房較小我們就要善用所有的空間 水槽下方我們可以使用整理架 這樣收納清潔用品可以讓整體的感覺更整齊 水槽上方也可以使用伸縮粒水欄 也很適合收納喔 如果擔心安全的話就使用門背板的菜刀架 將刀子收在門板內就可以了 安裝也很簡單就用電鑽磚孔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您的門板是不鏽鋼的話 那就不適合磚孔喔 碗盤的部分我們可以使用分隔數較多的碗盤架 能收納更多的餐具 也會讓廚房看起來更乾淨更整齊喔 可以使用吊桿讓空間做更好的運用 有了吊桿之後 湯、瓢、鍋鏟都能整齊的掛好 基本上特立物有不同風格的收納商品 可以依照家中風格自由搭配喔 廚房吊桿分釘牆式和吸盤式兩種 兩種其實都蠻耐用的 如果擔心釘牆會傷到磁磚 也可以選擇吸盤式的 建議一到兩個月就將吸盤拆下 讓橡膠恢復彈性 這樣可以延長使用的壽命 另外我們也有販售無痕可剝膠 可以讓吸盤更穩固 使用起來更安心 我們可以選購濾油網架 這商品可以減少你很多清潔的時間 它使用起來非常的簡單 而且是用大部分的車油煙機 就讓我示範給大家看 剛剛介紹了這麼多廚房收納 這裡提供一個小知識 就是廚房不鏽鋼建議使用304以上的鋼材 好清潔也不容易生鏽 那清潔的部分呢 就是使用中性清潔劑或是小蘇打粉做保養就可以了 其實很多收納小技巧 都能讓家中的廚房變得更乾淨更整齊 廚房收納技巧就是善用空間 我們也有提供不同類型的廚房收納五金 像是可以伸縮的粒水廊 或是吸盤式的收納商品 都是超好用的收納小物喔 另外綠油網布也能幫大家省下很多清理抽油煙機的時間喔 最後鋼材的部分記得挑選304等級以上的鋼材 如果還想知道更多收納小物和收納技巧的話 歡迎來特立屋詢問我們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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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you 謝謝你